走過全世界 全藥路由最用心 一百年越興奮 帶你四處趴趴走 享受自然氣勁 欣賞建築藝術 看見精彩世界 探索歷史年輪 一百年越興奮 中將位高品質 交給你很清澈的服務 大家在這邊散步好漂亮 我們現在在複屬山的附近 在複屬山 複屬山的五樓 我們鞭鞭鞭是一個 住在本溪湖 那複屬 五樓是哪有樓呢 有河口樓 山中樓 那其中還有一個蟋蝠 還有一個精進樓 哇 好享受齁齁 你看在森林裡面 這些奮鬥金 會讓你長壽 長命百歲 除了奮鬥金齁齁 來 趕快來看鹿仔 野生的路 你看來到這個地方 真的是很漂亮 人家說複屬五樓是怎麼來的 這就是以前複屬山 灰山勃發下來的燕色湖 所以我們看到的這個 五樓 在複屬山的五樓 就是複屬山 火山包花之後的燕色湖 哇 好漂亮 已經到了晚上了 這就是複屬山 複屬山 複屬山裡的燕色湖 然後下來的地方 複屬山裡的燕色湖 稍微調換一下 不是你每一次看到的 都一樣的 你如果看到 複屬山的燕色湖 差不多 你說你來過了 但是一定在那裡 有不同的地方 親像 我們的燕色湖 都差不多一般 會去山中樓 到河口樓 但是這道 我們就特別調整來本溪湖 要多給我們的觀眾 多看一看 本溪湖是非常漂亮的 本溪湖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很有名 我們的佛光山 佛光山 在這裡的附近也有他們的燕色在這裡 我們曾經說是不會這樣 啊 照他們的燕色來住 想說 喔 啊這 佛光山有那個燕色裡面 很漂亮的風景 很漂亮 也是 以後我們可以來參觀 可以來參觀 它也是選擇最漂亮的風景的地方 在本溪湖 複屬山腳 複屬複屬山腳 本溪湖 以後 後天 我們有機會 我們還要去清淨湖 來去清淨湖 所以好漂亮喔 很漂亮喔 很漂亮 來在複屬山腳 就是這個香燕 這是一個冷湖 冷 冷頭 冷頭 還有三條而已喔 摩托書庫 摩托書庫 這就是複屬山下燕塞湖 哇 好漂亮 氣氛很好耶 有夠浪漫 你看那個燕光喔 欸 六點夠喔 要用餐吃東西 這魚肉餐廳 這魚肉餐廳 可以在這裡吃那個煮走餐 不是煮走餐 今天是會熟料理 這跟我們香煮的 如果不用讓我們自己香煮 如果煮走餐就要自己香煮 這叫做會熟料理 在這個很浪漫的地方吃晚餐 所以這樣無鄉中的感覺 我們的團圓 哇 很浪漫 你看它這個不同的燈光 看到這段燈就知道已經晚了 要睡了 哇 再來看到已經天空了 感覺好像在落色的感覺喔 酒拿來 空氣很好耶 這要七點來看一看吃早餐 可以買來香根爐之湖 買一個海柴鑽 你看這個紅衫 紅衫 吃複屬山啦 吃複屬山 吃飯啦 喔 好享受齁 哇 一邊吃飯 一邊看複屬山 哇 這實在是齁 有夠香燒的 嘿 很好的齁 很讚耶 很香燒 好享受 好漂亮齁 哇 這要有福氣的人 這裡看得對 真的齁 我要有人客人跟我說齁 如果我去日本 去十倍都不再看過複屬山 我說沒關係 你去十一下就有 你不要失望齁 齁 又去一帶你就看得對 所以你如果參加這團來 是不是你就看得對 哇 這是真的齁齁 齁 这不是商品喔 这是用我们的摄影机把它放起来 一边吃饭吃渣饭 一边看护士山 这是我们的白行丁 人们说这个行丁的企划很重要 真的这是一个非常温暖的饭店 这间饭店叫做本西湖饭店 早安 早安 美丽的娃利桑 美丽的娃利桑 可以吃准备 人家没有整个暖室一直睡 没有暖室的 你把电几度 我都给电几十三度 哇 拜拜 叉叉玻璃 OK OK 手勾 手勾 好 很好 真好 你急急 我叫阿团人够你队 好 今天是我们第四天的行程 这样吃吃喝喝 这样说笑笑 我们刚好把富士山就是走完一圈 安哥看都是摄像嘛 因为富士山都是摄像的 安哥 那个要工顶 那个要 那个要体力测验 它海拔三千七百多公尺是很高的山 然后这个 它这个一千块有很多的秘密 你看它是不是富士山有倒影 然后你把它反过来看 那个倒影不是富士山 那个倒影是西奈山 这是那个基督教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是有点在模仿美金的做法 美金也是都用旧约圣经的典故 那为什么日币它有那种中方的东西 也有西方的东西 是应该跟他们的国 他们的那个立国精神有关 就是它要学那个欧美的什么 富国强兵的东西 所以这个一千块就是本 那个里面的就是这个本七虎的富士山 所以大家可以知道一下 ok 所以中午前休息 大家休息站 放一个油 薄一个粉 休息一下 对啊 对啊 休息一下 这个休息站也是这么漂亮的建筑 日本很多建筑物都是有名的设计师 大家知道为什么吃蜡蜜会去紧目会摇 因为蜡蜜是全世界所有的食物里面最担的 我们都离不开富士山 好棒 哇 你看 这个背景好漂亮 背景很漂亮 我们现在马上要到炉芝湖了